4月正值台南鳳梨产季 为了拓展凤梨销售市场 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北上 来到新北市板桥居农会来销售 而台农16号跟17号的香甜丰会 让各居农会纷纷加码抢购 台南凤梨的黄冠凤梨包包 一起背着可爱凤梨包包 台南市长黄伟哲 北上合体新北市长侯友宜 特地带来台农16号甜蜜蜜 和17号金钻凤梨 要来新北好好行销 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 台湾最大的都市新北市 而且跟最优质的消费者新北市民 来做一个高贵 很多在不管在生产地 在消费地 大家都是一体的 农民把最优质的凤梨给生产出来 然后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最优质的凤梨 4月正值台南凤梨盛产季 甘甜口感不止难不吃得到 108年起市府年年率队 到达台北地区卖凤梨 开拓北部市场也获得好成绩 我们前两天才封了一柜 销售到日本的这个凤梨 果丁跟果泥 那想不到来到新北 很快的就把巴士顿销掉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也非常高兴 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南北交流 这是最好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示范 台南凤梨极加工品 产地直送 让新北消费者吃到最优质的农产品 记得新北众和报道